來打個招呼 流量密碼5279 流量密碼5279 趕快進來囉 然後我們開了YT的頻道也將近七個月有了吧 然後應該有88部的影片在上面 然後相信大家也都學習的 已經從初階變成中階 甚至直接變高手了 因為看我們的直播應該是很多都是高手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一個比較棒的作品 來跟我們一起交流 畢竟很多學生啊他們的創作想像力 都甚至比老師來的有創意 對不對 有時候天馬行空的就會想要做一些很多事情啊 然後有夢勇敢的去追 像我今天弄的這個有沒有 氣球版的 氣球版的友誼手鍊啊 就是大家一起用氣球來交朋友 其實我常常到很多國家 到很多地方去 雖然大部分是工作啦 但是工作的時候就可以交很多的朋友 所以我今天做這個友誼手鍊送給大家 然後它的密碼就是我們YT頻道的搜尋的東西 就是Burnman5279 Yes Hi 好久不見 那我要介紹我的Partner出來囉 他一直好像太久沒有出現在螢光幕前面 他有點害羞 他已經躲在螢幕外面 我們來歡迎吳老師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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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你這樣看不到 沒有 有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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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了看到了 來 打聲招呼吧 大家好 就這樣子吧 你不要一出場就能場好不好 太久沒做了 所以 那個吳老師就一出場就能場 沒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聊 反正他在於他的技術是一直一直是往上爬的 就是可以達到巔峰的那一種 無論是在氣球的技術還是在體力方面 我覺得吳老師都不輸我們年輕人 這怎麼說呢 因為 我們在1月份的時候去做了一個會場 然後那個掛了1000多顆燈籠 對 我相信也有一些高雄朋友有一起參與到 那個真的是 此生以來算是 我真的是掛到那個日期跟日夜顛倒我都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這麼的我們度過了 然後我們也一起經歷了一段十天十夜幾乎沒什麼睡覺的日子 嗯 是 對對對 那從中我們也學到很多經驗 每次會場佈置都可以學到很多經驗 那當然接下來氣球人有一些規劃的話 也希望如果我們有在招工啊或什麼的 大家有意願都可以來參 是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什麼呢 今天要來玩一些屬於派對的或者是生日的 這一些小造型來做分享 那今天呢 其實我們平常可能用的比較多的都是一些標準顏色 或者是一些比較柔的顏色 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設定了一個叫做國王的帽子 所以我們想試試另外一款新的顏色叫做金屬色 對 想當國王或公主的 對 今天我們就是嘗試著用金屬色來去做看看 對 那看出來的感覺如何 那我身後這邊呢 有很多金屬色的氣球 然後今天就直接把它拆開來 然後設定幾個造型 然後製作給大家看 對 目前應該是有四款顏色吧 對 屬於金屬金 金屬銀 金屬藍跟金屬綠 不好意思這是玫瑰金 喔玫瑰金 對對對 因為金屬金目前有點缺貨 對 所以那我們用玫瑰金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 對 會比較柔一點 而且比較感得上潮流 對 我覺得這個顏色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拆開來 那我們就來用看看這個 在各位印象當中 這樣子一個品牌的金屬色 它的柔軟度啊 它的柔軟度啊 然後觸感啊 各位如果你有用過這個品牌 那使用後的心得也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對啊 前陣子有一位朋友他是跟我反應說 對 他的做熊耳結的部分 對 容易彈開 好 做熊耳結的部分容易彈開 對對對 其實這個部分我自己也有去探討了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用金屬色系的時候 應該不是說包含金屬色系啊 可能用他這個品牌 我拿一個好了 他應該是用標準色 他可能用的都是標準色系 對我個人來說 對我個人來說呢 我的手法可能跟 有些人可能會不同 所以所產生的問題會不一樣 舉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個人我比較偏好 就是比較少放棄 或者是放棄的時候沒有放到那麼多 所以我在做熊耳結的時候 比較不會彈開 那 有些人習慣在打完之後可能放的棄比較多 那這時候整個球 比較軟 當然比較軟有時候比較好做 或者是比較做一些細節的時候比較沒問題 但是相對的 他因為球太軟了 所以可能做熊耳結的時候 容易熊耳結彈開 這個是我大概預測出來的 因為我個人比較少直接放棄 或者是沒放那麼多 就是放一點點而已 那我的習慣都是因為捏 我在做每個步驟的時候都是捏一下捏一下 讓棄往後跑 所以我預留的東西 預留的尾巴都會比別人長 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手法上的不同 那當然我也會試著用放棄的狀況去試做看看 也許會有這些問題 那當然 目前我們用的風車品牌的球呢 他的球質比較硬 球質比較硬 所以沒有像先鋒啊 割球啊這種那麼軟 韌性上那麼軟 所以呢 可能要去慢慢去適應 你如果用這樣子的球就要去適應他 衝的時候就要先捏軟一下 對對對 我個人是在任何的動作我都會先輕捏一下 所以為什麼說 有時候你會看我們的教學啊 發現說 我們預留的長度 最後你做出來可能會有落差 就是因為我每次 預留會比較長 然後呢 每個動作都會捏一下 每次的一個 中央姐要轉幾圈他比較不會捏 其實也還好 轉到破掉 我可能都會轉個三到四次吧 三到四次 基本上至少三圈啊 因為你一次只有半圈啊 對啊 那我都是習慣捏一下 我任何的地方都是捏一下 所以我後面預留的 其實都已經有預測我捏完之後 的部分了 所以我們在視頻 我們在教學裡面 分享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 跟你實作上會有一些落差 可能會落差在這裡 對 因為你可能習慣放氣 那放了氣之後又流那麼多 那 到時候就會有氣不夠 你可能要從後面再補氣 這些問題 那 當然 大家就是多練習 對 這只能多去掌握 多用你的手感 去掌握看看 就是說 呃 不同品牌的球 那它的韌性如何 那要怎麼去克服它 或怎麼去用不同的方法 手法 去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對啊 既然講到要大家多練習 那就 先來送一包氣球好了 好 你要怎麼個送法 直接 當然是出題目啊 出題目 對啊 好 我本來齁 我本來今天做了一個小造型 對 好 那 呃 現在多少 18位 好 這樣子喔 我們也不管人數啦 我們要送什麼 我們要送什麼 我們都可以自嗨 就算一個人我也播 好 我們要送什麼 送這個啊 是混合的 混色 混色的 對 沒關係 好 哈哈 可以捏一下嗎 好啊 可以啊 你看我的 那邊 是我這裡嗎 對 你那邊 我待會拿出一個小造型 然後呢 你告訴我這一個人偶的名字叫什麼 喔 喔 換你那邊掉了 好 我們不管他了 喔 你告訴我這個人偶的叫 名字叫什麼 然後你把它打出來 第一位打出來的呢 呃 我們就送 好耶 老師要考試囉 對 因為這是今天 在 呃 在試做的過程當中啊 慢慢去調整 可能樣子不太像 但是我覺得 反正就是盡量把 它的特色給做出來 我剛剛一進來工作室 就看到琳瑯滿目 非常多非常可愛的造型 好 那老師現在不知道要抓哪一隻出來 讓大家猜 好我們現在開始囉 趕快喔 留言最快的 等一下你題目再講一次 留言 留言最快的 我們等一下要送 一包260的混合色 混合色 對然後直接送給大家 但是 你要注意聽題目 跟老師要考 我的題目就是 我等一下拿出來的 這個人偶造型 叫什麼名字 要打正確的 中文 對 對 四個字就可以了 四個字 好 說不定連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也查了很久 來那我們就歡迎那位角色 出場 好 不像不要怪我 來 哇 這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做的還蠻棒的 因為 因為 我主要的是 把它的特色給特別強調出來 所以呢 它的肚子其實是很大的 趕快猜一下他叫什麼名字 打在留言,我們就送你一包氣球 快點 胖的豬八戒 魔人捕鳥 捕鳥還捕烏 魔人捕烏 我該笑死了 這個哪有像豬八戒 我該笑死了 老師是魔人捕烏 叫做 布 趕快猜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嗎 魔人捕烏 可能他們翻譯上不一樣吧 所以 所以林彥晶 他是魔人 林彥晶你在 布歐吧 是不是 還是我們翻譯上不一樣 他是七龍珠裡面的角色嗎 對 不是魔人捕鳥 跟那個 紅蕩也沒有關係 魔人布歐 布歐 布歐好像是 對吧 你自己都不知道答案 應該是布歐吧 我看手機上 你看手機是以哪一個為正確答案 我搜尋到的是布歐 我搜尋到的是布歐 那我們就恭喜那個 不好意思那個猜對的要是台灣人喔 他應該也蠻熟的 沒關係 那我們就林彥晶跟 Christy 全 全 好我們有兩位好不好 好我們兩位都送 我們有兩位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到時候我們下播之後 我會找你們兩位 然後要一下你們的 手箭資料喔 好 恭喜你們 那其實呢 因為之前前一陣子 我們常做那種試泡解 所以其實 我也用試泡解的方式 我不想用太複雜 或者是太複雜的技巧 什麼塞球啦 塞什麼 我覺得 不需要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他可能也是從 初階 對 然後初步開始去認識氣球 或者去了解氣球 所以不需要太多高聲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也是很 很困擾 我覺得用最簡單的手法 不要複雜的手法 然後呢 拼接 拼拼湊湊 也可以做到 你初步想要的造型 其實這個構思也是老師自己 對 我們實驗了 去把它做出來的 對 實驗了大概有兩次 才會有這樣子的定稿 那 刻意把這些肚子啊 什麼給弄出來 對 肚子那用350 對 我們用了350 然後260 跟160 只有這個披風的地方 我比較好奇 是這個 他是頭髮還是怎麼樣 他的頭本來就有一個彎彎的東西 嗯 他就是用160嗎 呃 我是用260 然後生一點點氣 去補他的頭上的那個形狀 他本來是有彎彎的啦 但是因為做不出彎彎的 所以呢就只好這樣子 對啊 有點像小火焰的那個 而且我覺得他的耳朵做得非常的逼真 因為熊耳節本來就很像耳朵 而且他做得好小 好精緻喔 對 那因為他用的是260 然後故意把它折小 因為以比例來說 他的頭其實比較小 那為了去強調出他的肚子 所以我頭做得更小 比比例上做得更小一點 我覺得這個熊耳節我要捏出來 應該沒有那麼容易的意義 不會不會 你使他只轉個方向而已 真的齁 對 好我要多練習 只是我們把它轉個方向而已 對對對 好 那有兩位 豬八戒 我們請豬八戒退場 豬八戒退場 快笑死我了 好有創意喔各位 好厲害了啦 那我們有兩位 得到我們的 我們的260混社 對 豐車260混社 然後就會寄給你們囉 那多多幫我們宣傳 還有加我們的YT頻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 用我們的金屬色 來喔來玩金屬球 很時尚的金屬色 沒有紫色 沒有啊 他紫色也缺貨 好 那我們就先用 玫瑰金吧 對 這個 國王的帽子 我們要來做帽子 銀色 銀色應該是可以 大家晚上好 好久沒開直播了 真的 還是要跟各位朋友聯繫聯繫感情 然後 知道一下現在 在線 還在我們的氣球領域的 還有哪些 各位你可能有看過另外一種包裝 是比較大的 對 那他現在也做這種 同樣 素樣是一樣的 只是縮窄的包裝 那他一樣會有個拉鍊 拉鍊帶 所以呢 你只要把上面的先拆掉 然後呢就可以用拉鍊的 對啊我們 做氣球的一定要有一個習慣 你千萬不要一拿到氣球有沒有 就 隨便亂撿 從中間就潑 然後從這裡 從那裡挖一根 以前真的是拿到那個 閃球的時候 我真的撩狂欸 然後要不然一拿起來 從那邊掉下來 所以 這是一個 很要緊的一個習慣 大家一定要 從頭把它 對我們盡量從上面 對對 就算沒有這個拉鍊 你也盡量從上面撿 不要擠 那邊 亂挖洞 好的 然後 因為畢竟它是屬於金屬球 所以跟珍珠球一樣 我覺得使用前呢 我建議還是你稍微拉一下 不然的話呢 它打起來容易凹凹凸凸的 會有粗細 對對對 粗細不同 那你手邊有260的 我們也可以一起來玩 沒有金屬球也沒關係 等一下可以買 好 那後面呢 我們可以預留 大概六個指幅 六個指幅 六個半指幅 對 很亮的顏色 我第一次玩金屬球 我的天啊 因為它好貴喔 哈哈 它的價格是一般球的一倍 嗯 但不知道它耐不耐放 跟一般標準球來比 不知道它耐不耐放 其實這個 這個後續都要再去做追蹤啦 我覺得不管任何品牌 只要是金屬球 可能都要去試著去注意看看 它的耐放程度 對 如何 會不會有造成斑點啊 什麼的 好 那 我們這次要做的是一個帽子 其實呢 我從 我希望用的就是 常用的手法 譬如說我們經常做的是五瓣花 或六瓣花 那我們從這些五瓣花六瓣花去做 增加 譬如說加點什麼 加點什麼 讓它變成不同的造型 對 而不是 我比較少在用說新的手法 因為我覺得對一個新手來說 或對一個有興趣的來說 他可能只要用熟悉的手法一直做 他可以創作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好 好 那一開始呢 我除了先打一個 呃 這個叫金屬藍 金屬藍 好 然後呢 我再打一點點 銀色 銀色 不用打太多 不用打太多 然後我將這兩個對板 我覺得金屬球的觸感是比可以比較硬一點 對 它比較硬 它比 呃 一般標準的稍微再硬一點 各位雄青 我也是第一次玩金屬球 大家有沒有玩過金屬球 它顏色很漂亮 嗯 那我綁這個的用意呢 就是 我不想要有太多的熊耳結 所以呢 我利用它來當作一個纏繞的位置 好 好 一開始呢 我設定了三個指幅大概是六公分 三個指幅六公分 好 三個指幅到三個半指幅都可以 認真起來喔 好 然後呢 我另外再做一個小的熊耳結 好 我們再弄一個小的熊耳結 對 再來呢 三個指幅六公分 同樣的 再三個指幅六公分 好 再一個小熊耳結 好 再一個小熊耳結 好 好 當我覺得氣有點緊的時候呢 我就會適時的捏一下 讓氣往後 對 讓氣往後跑 好 再來呢 四個指幅八公分 八公分 回到交叉點 它就變成一個三角形 OK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好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重複做這個三角形 好 好 我輕捏一下 八公分 八公分先 對 因為我們從這個起頭開始看 好 現在呢 球在上面 這個斜角是八 所以我就盡量做八 好 如果球在下面 那就先做三 先做六公分 對 好 輕捏一下 把它跟上囉 看今天是要當 國王還是要當公主 一個一個式的指幅 然後兩個三個指幅 對 然後這一條是中心點 中心線 所以我都是依照這個中心線 去做這個三角形的 其實做久了 你大概那個 那個尺寸就是可以抓得很準 對 有時候用木柿啊 或者底下就是 底下就可以了 做完三個 做完三個 是不是又繞回東西 怎麼 這裡 這個不用 我多做了兩個 多做了這個熊尾爹 好 這個要 這個要 哈囉 各位晚上好 我們今天玩 新的顏色喔 應該是這樣子說齁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一個 有厚度的五瓣花 或六瓣花 這樣子而已 差別在這裡而已 對 直接纏上去 這個拿掉了 這個 閃過來 對 就是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好目前我做四瓣 做四瓣 好那 我預計要做的是六瓣 所以呢 你可以再拿新的一條 再把那兩瓣做出來 對 你看一個閃神 我就跟不上老師 而解開了 雖然是很簡單 好 因為它現在球在底下 所以呢 底下是六公分的 上面是八公分的 所以是先六公分 再熊尾爹 再八公分 哇這真的是 也是一個邏輯耶 幾何圖形耶 這個頭腦 這個頭腦 要需要 需要會認證耶 不會認證我就 你大傻了 好 剩餘的部分呢 當然你也可以 從中去接 或者是用新的 都沒有關係 那 我選擇就是 從中間去接 哇 老師連金屬球 都可以用手吸 所以留一點小指甲 因為 已經到末端了 已經到末端了 如果說在中間 你當然就可以用扯的 那因為我到末端了 所以我就用 稍微 用扯甲摳一下 對 因為我覺得 會撕氣球是很厲害的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從中間撕 我可以從後面一點點撕氣球 把手就是當作剪刀 對 有時候會比較方便 老師就繼續做 然後我就繼續聊天 因為我的 我的tempo跟不上了 我之後 要判回放再去學習 好 我都是利用上面這一條 來去做 纏繞 對 把它當作是熊耳節的 一個點 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用穿來穿去了 真的是有一點像一朵花的感覺 對 或者是鑽戒的底部 哦 其實我們如果用成六個 然後呢 框一圈 那就 它就可以 用銀色的做也可以當成 對 直接變一個鑽戒 對 它就變成一個鑽戒 好棒喔 然後 一舉兩折 真的是 所以我比較喜歡就是用一些 呃 大家常用的 呃 手法 然後你只要重重去 做一個小變化就好了 所以大家在派對 或限量折氣球的時候 也可以很快速的做出來 不是一個很難的技法 但是 對 你可以一直演變出來 大家晚上好啊 我們好久不見了 趕快進來 然後今天的造型真的是非常漂亮 大家一定要看 好 我現在又做了 呃 現在是做了六瓣 這樣子看的話 應該會比較清楚 做了六瓣 然後呢 邊邊都是有雄尾節 那這時候呢 我把剩下的拿來 把它包一圈 好 包一圈 要再接一條 欸 用剩的這邊就可以 把這裡再圍一圈 對 其實 我們會用到 呃 三條也可以 兩條也可以 好 我快留下去 哈囉 大家好 有沒有看到我的友誼手鍊在後面 我友誼手鍊都掉了 哈哈 如果你希望有不同的配色 這個呢 其實就是帽子 國王帽子 它拱起來 中間拱起來的那個 部位 對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希望去配色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顏色下去搭配 好的 來 我展示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長這樣子 它應該像我們YT頻道 某一個花朵的造型 對 好我們剩下的這條就預備留著 萬一要補啊 或者萬一要去加強啊 都可以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金屬色 很亮 金光像像 對 光線像 它比珠光球的 顏色再厚實一點點 然後老師現在這樣子這一根是那個 玫瑰金 個玫瑰金 可以說是個玫瑰金 也可以說是金屬玫瑰金 重金屬玫瑰金 對 我看一下 在光線下 它稍微比較透一點 好 好 那這個呢 是我們的頂部 這是我們的頂部 從熊耳節的地方要圍一圈 對 我們要把它圍起來 你看那個間距有多 下一個熊耳節的間距有多長 你就抓多長就可以了 這個帽子是真的可以戴的嗎 呃 沒有 它是縮小版 縮小版 對 不管我等一下我就是要戴戴看 它可以弄個髮箍 弄個髮夾 倒是沒有問題 除非你把它放大 你用 呃 350或360 或者是你把三角形的地方放大 對 但是放大的缺點就是 它的縫隙就比較大 要不然就是給小朋友看 對 而且你一旦放大 你牽扯的球的數量就比較多 嗯 嗯 嗯 那有時候我們摺造型啊 就是 盡量以最少的球 然後達到一個 視覺上的效果 嗯 一氣呵成 好 現在我們先礦一圈了 好 越來越有感覺囉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把它做上面的裝飾 譬如說 呃 你可以選擇 哦 茂圓已經出來了 我看到茂圓了 大家晚上好 好久不見啊 好 我們用的是一個大小炮 的方式 兩邊大的 中間小的 然後為了去增加它的層次呢 我們就在下一個呢 我就用三個小的 三個小炮 對 哦 讓它有高有低 這樣子的話 它的層次就會更鮮明 對 這個玫瑰金色 真的還蠻好看 對 它 比較耐看 不會像 金屬 金屬色 有時候 因為龍做很多金屬金這個顏色 對 有時候真的比較 偏於復古還是傳統色系 嗯 就是有點 俗氣金 對 我沒有說出那個 我沒有說出那個 就是看久了會比較 俗氣 然後 玫瑰金的話 我覺得還是好看很多 好 來這邊就是運用兩種不同的方式 讓它產生出一種層次 高低上的起伏 好 然後呢我們繼續把它圍一圈圈起來 我們再接一條玫瑰金 所以大概要用到兩條 目前是一條 然後再接一條 兩條 可以 你可以抓到三條 對 好 今天就實際打出這個顏色給大家看 那 待會我們也會有在線上直播 然後 來去 銷售這些產品 會比蝦皮蝦蝦便宜一些 然後也有特賣球 還有佳鎮禮品的感覺 所以想要幫我們分享起來喔 大家不要分享一下你們有沒有用過金屬球 去做什麼造型 可以打在我們的留言區 讓我們知道一下 嗯 像後續呢我們也可以找機會 針對金屬球 來去做一些造型上的開發 好 系列爆了 寶劍啊 一些刀啊 柴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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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森也不錯欸 好 我目前已經圍一圈了 好 接下來呢 我想要把它往下走 讓它這個帽子有一個厚度 不然目前這樣子感覺不出它像一個帽子的樣子 那 做這個厚度呢 其實你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直接用比較大的泡泡繞過來 好 單泡單泡 這樣子一個 半圓弧的方式繞過來 那另外呢 就是 我現在要用的 就是 我先做一個小泡泡讓它往上 然後呢 再做一個小泡泡讓它往下 然後 這樣的好處是 我不用接很多條 嗯 我不用每個點再接很多條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帽子都會 這個地方都會接很多條 六個點就會接六條下來 對 這樣我覺得比較花時間 而且也比較 要浪費球 嗯 因為我沒有要很多層 我只要一層 所以呢 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一個小泡泡上去到熊耳節 再加一個小泡泡下來 然後把這兩個泡泡呢 翻轉一下 現在這個技巧有點 沒有 你只要稍微剝開 剝開翻轉一下就可以了 老師多做幾句給他看好了 它就變成我們常用的那種十字編織 十字編織 對 就像我們做氣球服裝也是 好像也是運用到你的 對對對 只是說我沒有在每個熊耳節又多接一條出來 我就是用原有的一條 然後去做 那如果要做長一點的 不是只有兩層還是得要全部接對不對 呃 最好一點 你還是可以這樣子的方式繼續做啊 因為我只要一條一條這樣子夾上去就好 對 除非你要做得很長 對 因為帽子畢竟我們沒有要編很多層嘛 對 對 大家分享的 分享的金屬球的造型 我感覺都滿滿喔 還有小洗絲還有柴橙眼 還有玫瑰花 都是很討喜的作品 不錯不錯 因為其實我覺得 呃 氣球你除了一種分享之外呢 你也是一種推廣 那也就是說讓更多的 有興趣的人來去參與 來去接觸 所以呢 我個人的想法其實一直都很簡單 就是 不要用太複雜的技巧 然後呢 呃 讓大家快速簡單的上手 去學 跟著我們去學 氣球這樣子而已 那哨型禮大家都可以學的會 不會太困難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我們外地上啊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造型 嗯 其實的目的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 你先把初學啊 或者基本功都學起來 然後 你真的想要再學哪一些的 呃 我們市面上也蠻多 非常厲害的老師在做教學 我們可以再去 深入去學那一些比較大型的 或者是你們也可以跟著展覽啊 去體驗看看 嗯 做大型產品的一個 學 就是 手會很痛 呵呵呵 然後 會 每日每夜 因為進場都是在半夜 都是 商場地寶 你們才可以開始這麼做 好 我現在只差半圈 所以呢 我們還是會 再用一條 好的 已經看出半成品了喔 各位各位 好 用這個金屬球 你跟那個珠光球一樣 還是要先先拉一下 好 國王的新貌要出現了 各位 好 就好 我先說 我可以拿這個 好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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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們今天用到的都是色金色 就是所謂的金屬金色系列 然後有藍色、有玫瑰金、有銀色 還有一個綠色 待會我們也介紹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覺得那個五瓣花或六瓣花的做法 其實它可以運用的部分相當的廣 只要你稍微想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變化很多很多 用簡單的造型或者是一些適合快速的造型 它看起來也有點像那個公主的裙子 我把它顛倒去 顛倒過來也可以變成一個裙子 也是非常可愛的 好,我聽到最後了 最後我們就是把它繞上去就好 哈囉 進來的朋友幫我們分享起來喔 今天我們有新顏色要推薦給大家 然後老師現在要教的是國王的帽子 王冠 然後他就是用金屬色 因為有時候我們講 黃冠他會聯想到的是女生在戴的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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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他大概初步的形狀 好 那至於這個呢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十字 這個我就是預留到現在要做一個十字 好 你要做一個十字 對對對 然後不用很大 就小小的 哇好酷喔 這顏色太漂亮了 因為我如果一開始我就用熊耳結 我到現在我就會卡住了 嗯 好 我就要再把熊耳結想辦法藏到裡面 哇你看 快要做好了 這時候我就很像那個想要拿氣殼的小朋友 我一直很想要把它蓋上來 看別人做比較輕鬆 但是還是大家要自己學 這個 因為他尺寸稍微比較小 所以呢 你可以用一個袋子綁著 或者是直接綁在髮箍上 齁 框著 然後小朋友再搭配他們自己的可能在迪士尼買的王子的衣服 然後我們加個帽子 然後去參加生日派對就會成為焦點了 拍照的焦點 好 然後你就選一個正面 當作你要的 好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這個綠色來做一個保石 綠保石 一顆小小的放在前面 嗯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這個顏色 是挺好的 好 那我選擇了這個凹進去的地方當正面 好 這樣子這就是 國王的帽子 適合國王戴著 好 那你要幫他做一個綠保石嗎 加一下綠保石 好 我們在 看這個地方能不能塞 塞一個保石來一盒 好 大家如果沒有從頭看的話 我們到時候回放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把它學起來 然後做大做小 你們自己去評估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它 放在 這個地方 對 那要黏嗎 不用其實拉到後面去固定就可以了 我們幫他加一個保石上去 會更有那個 那個 珠光寶器的感覺 呵 大家晚上好 歡迎來到小拉與老爐的直播間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用金屬色的260來做一個造型 然後 第一個讓大家學一個國王的帽子 然後 也介紹他的顏色的一個光澤跟飽和度給大家看 就是 其實有時候拍照上網賣啊 他其實會有一些色差 一些色差啊 然後 就看不到那個真實的感覺 那 我今天透過直播 然後 讓大家知道自己的顏色的 實際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 像這樣 完成了 大家有沒有都學會啦 非常好 你可以用不同顏色 如果說有 紅色啊 或者是之前那種 比較早期有那種寶石色啊 都可以把它加上去 對 所以 因為現在 顏色真的出的太多了 對 那一次要介紹網給大家 其實也是 需要很多時間 我們盡量在教學視頻裡面去使用 新的顏色 那今天的話 就是幾個新色 待會兒還有一些 莫蘭迪色 也可以介紹給大家看 好 哈囉大家晚上好 歡迎進來我們的直播間 好久不見了 六個月啦 呵呵 六個月了 我覺得時間過的真的是非常的快 然後 上週 上週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 然後 也有去找 莉莉老師啊 然後現場也有 蠻多 氣球 氣球同業在現場 大家也是都聊聊天 然後 聊一下近況 然後 然後 我跟他們說 能夠在這個裡面 因為都做蠻久的 至少都是五年上的 大家就是 要有一個熱情在 這個 這個行業需要更多的熱情 所以希望大家 多多的幫我們分享 分享氣球這個 造型啊 或者是 教學 讓更多人呢 學習 然後讓這個 融運能夠持續的再走下去 融運能夠持續的再走下去 好 那目前我們就是 在一些 跳的地方 每 跳一個 每跳一個的地方 把它做一個 小點綜 哇 我原本只想加一顆而已 老師 你可以用不同的顏色 直接 不同的顏色 直接送我發財金 直接 六 三顆嘛 多加好幾顆 你說哪個是正面 都可以 我們可以把這個 有保濕的地方 當正面 主要就是 看它的 顏色 跟整個 搭配出來的 那個 色澤的亮度 對 去看 我們完成囉 希望大家會 喜歡今天 介紹的這個造型 我來戴戴看 還真戴不了 太高了 可能要用袋子 綁一下 或者是用那個 髮窟 好看嗎 各位好看嗎 我就戴到它掉下來了 基本上你可以 弄一個髮窟 對 或者像 早期我們都習慣 用個袋子 把它綁著 綁在脖子上 去尋找你的公主 好啦 它掉下來了 好 反正你就是 自己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對 對 呃 之前有拿過我們目錄的 你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呃 金屬色 有哪幾種顏色 呃 當然後續 後續 如果有 不足的 或者是缺的 對 呃 我們後續都會 在這個序竹上 把它補上 今天就擦兩個顏色 它就出六個顏色 還有 金屬金跟金屬生紫 今天沒有 沒有 過介紹一下 我找看看有沒有之前的 深 嗯 金屬色 應該是 沒有 那個顏色好像 很少見 哈囉 謝謝 謝謝大家 喜歡我們今天的造型 哈哈 哈哈 真的是很喜歡用氣球來做一個裝扮的東西 你知道嗎 好 這個是金屬色系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三個顏色也是比較特殊 嗯 好 我們把它打起來看一下那個感覺 對啊 這一個是什麼顏色 十六紅嗎 哦 十六紅 是嗎 對 好像是耶 十六紅 比紅色再深一點點 這個顏色 哦 他們其實 呃 有時候顏色分得好 蠻細的 對 你有時候經常會在 目錄上 或者是其他平台上 可以看到很多像 呃 有人說 車離子紅啊 嗯 或者是十六紅啊 或者是 呃 什麼 辣椒紅 不是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品牌 嗯 香奈爾紅 香奈爾紅 哇哦 對 好很多 綠色這樣子的 名字 你們可能都要去看一下 它應該是 色澤上會有一些差異 嗯 的確會有差異 我覺得 我現在看就覺得它比 正紅色再深一些些 對 然後這應該就是牛油果綠 牛油果綠 對 這個也是我比較喜歡用的顏色之一 因為 它不會像 呃 淺綠 像那個 萊姆綠 那麼的亮 對 也不會像深綠那麼的暗 所以它的顏色 其實牛油果綠出來的感覺是蠻好的 就這兩個顏色都有一種柔綠感 嗯 這個粉 而且它比較耐看 對 而且感覺它比較是在 呃 流行的一個程度上的 對對對 有點復古復古的感覺 這個應該就是所謂的 復古粉 復古粉 對 這個就是復古粉 大家有沒有很喜歡這些音色 好三個不同的差異 那當然後續我們也會去思考 就如何運用到這三色來去做造型 嗯嗯嗯嗯 讓它也可以廣為流傳 對 好了那 既然推薦了這幾個顏色 那我們今天就是也是要有優惠價給大家 嗯 對對對 我看一下哈 我們的復古色系這三個顏色的話 今天的話我們一包只要一百二十元一百二十元 哦都是一百條的 一百條一百二十元 然後我們要今天看直播的話就是一千塊就免運費 一千塊免運費到時候我會把一些訊息再留在那個我們FB這個視頻的那個講解上面 然後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直接下單 不用從蝦蝦去嘛 蝦蝦手續費比較貴一點點 那今天看直播的或者是待會下播我會把價格直接放在上面 然後我會擺個幾天到幾號截止有這個優惠價 就是我們這幾個復古色系的也叫莫蘭迪色系吧 對它有些很多新色 就一百二十塊一包 260的 然後金屬色的那四個顏色我們賣的是兩百三一包 兩百三一包 真的是大放送給大家 好 另外這個呢 這個我們有上的嗎 這個沒有上 這個沒有上那個蝦蝦 對 這個還有比較最新的顏色 對 叫做木光蘭跟木光紫 嗯 這個這個顏色其實也 他們都是一系列的啦 對對對對 都是一些很迷人的 今天就是有幽魂的大家 無所而潮流的顏色 它這個拿來做花朵其實蠻特別的 嗯 那個花的顏色其實是蠻迷人的 對它跟馬卡色系又有點不同 嗯 馬卡色系很柔 對 比較淺 那這個呢 雖然顏色深 可是不是那種 不耐看的深 對 它是很耐看的那種顏色 所以你覺得看久了 你不會覺得說 呃 太刺眼的那種 或很一看就膩的那種 對啊 像現在流行 染頭髮顏色它也會有什麼手刷染啊 然後就是比較霧感的 我覺得這種氣球就是比較霧感的 然後 這幾個顏色反正 你們有興趣要下單的就是 今天直播間這一檔 我們會賣比蝦蝦便宜很多 所以呢 這個的話 莫蘭迪色系的話就是 120塊一包 滿千免運費 然後 這種金屬色系的有四個顏色 它是230一包 230一包 我的友誼手盤又掉了 然後希望大家有興趣 待會可以就是私訊 如果你有想 剛好要用到 然後 想要買的話你可以私訊給我 然後接下來還有 十六紅也是 這個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 它有 我們都會把它上到平台去 有目光粉 目光藍 目光紫 然後接下來 還有 還有 我還有圓球要給你買 但是是S牌的 這個 這個接下來啊 畢業季已經要到了喔 畢業季要到了 如果大家有 有要打大量圓球的 也可以買 這個的話 我就是 這10吋的 640應該是馬卡蘭啦 然後這個是 037 037應該是 Tiffany藍 Tiffany藍色 反正這就 一共就 640有8包 就是 馬卡蘭 然後037有13包 這個 這個 這個全部我要一起賣的話 是賣 加起來 8加13 是 21包 21包 就2000塊 2000塊 S牌的 2000塊 21包 免運了 免運了 如果有要的 趕快 留言 留言 或者是私訊給我們 我們 這一個 21包 2000塊 就只有一單 只有一單 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趕快在 底下留言給我們 然後或者是 下播的時候 私訊 私訊 然後我以 最快跟我 留言的人為主 那賣完就是 就沒有了 這個總共有 21包喔 才2000塊 2000塊而已 加起來 21 對對對 這個顏色 13包 這個顏色 8包 你要畢業季 你要打雲朵 打綠地 什麼都可以用 就把它用掉 非常便宜的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 還是要給 各位觀眾 一些禮物來抽了 我們 我要來送一個 這個袋子 來喔 我要送一個袋子喔 這個還蠻 蠻漂亮的 這是越南帶回來的 其實我們做氣球 就是到處 到處跑 然後到處去 去看看 走走 那它有些很多當地文化的東西啊 那我也都會去把它 買回來 當紀念品 然後也送給我們的粉絲們 我現在要出考題囉 大家趕快喔 只有一位 對 我們這個要送 這個袋子 然後 我要問的是 我們YT頻道裡面 YouTube裡面 人氣 最熱門人氣最高的一個造型 就是它的點閱率 跟瀏覽人士 是最多人的 的造型是什麼 然後答案在留言區給我 然後我就送你這個袋子 有 有在觀看我們YT頻道的 你進去 然後搜索一下 點熱門 熱門跳出來的 第一個造型 答案就是那一個 呵呵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也不知道 在那個 一個節慶會出現的 12月會出現的一個造型 他那一個是流浪最高 恭喜 恭喜陳柏雷 我的天啊 你還不去 你還不去睡覺 恭喜陳柏雷 恭喜陳柏雷 你要不要把這個獎品 讓出來 財神爺 欸我們有交財神爺嗎 好像有 有 有嗎 有財神爺 但我不知道他排在哪裡 欸答案是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 是瀏覽 觀看人數最多的 是三千五 好像三千五百多個 我們把他掌出來 還有人嗎 還有人要猜一下嗎 剛剛那個題目 答案已經在 有人留言上了 但是那一位我給他pass掉了 那個我另外給他其他東西 我還是讓給我們線上 真的是我們粉絲的朋友 陳柏雷你很棒 好啦還有沒有人要猜啊 沒有人要猜我要 我要下播囉 真的要送給你們的 真的 就是在我們YT頻道 現在瀏覽人次 最多的 四個字 四個字 十二月 十二月會出現的東東 那個造型是 點閱率最高的 對啊對啊 好有人答對了 恭喜零零 零零零 好下播之後跟你要訊息 恭喜零零零 恭喜零零 這個送給你了 然後有要買氣球的 我會有一週的直播特會價 然後會放在粉專上面 然後到時候你們就私訊跟我購買了 那這個直播期過之後 就是去瞎瞎買了 瞎瞎買就會比較貴 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下期我們能夠再相會 好 那也希望看到各位 利用這些流行色 做一些造型出來 讓我們來分享 讓我們來觀看 好啦 那就有機會 因為我們如果有機會 有在展覽有氣球固執 也歡迎大家都來參與 嗯 那如果有教學 大家有需求 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課程 那今天我們的直播就到這邊 下播囉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